妈妈讲的世界文明的睡前故事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长发公主 从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对幸福的夫妇 妻子快要生孩子了 有一天她突然非常想吃蜗菊 她站在窗边望着邻居家的菜园 惊呼道 哦,看那些绿油油的蜗菊 邻居家的菜园里种满了蜗菊 邻居家的花园里开满了美丽的花朵和美味的蔬菜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茂盛的蜗菊 但有一个问题 邻居的主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女巫 没有人愿意接近她 你很想吃 但如果她发现了 你就麻烦了 每天她都站在窗边盯着她的生菜 她丈夫关切地看着她 说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的 但是 吃蜗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哦,我真的很想吃 求求你 丈夫 给我弄点蜗菊吧 妻子很饿 感觉身体越来越虚弱 丈夫看出了妻子的绝望 决定说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弄点蜗菊来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她鼓起勇气偷偷溜进了女巫的花园 她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 四处张望 直到她终于拿到了那束 看起来最令人垂涎的蜗菊 我希望 这会让我的妻子开心 丈夫抱着蜗菊跑回了家 当她把生菜带回家时 妻子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蜗菊 她咬了一口 惊叹不已 但幸福是短暂的 第二天 妻子对生菜的渴望更加强烈了 丈夫 你能再买点吗 妻子的眼里充满了对生菜的渴望 妻子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看着妻子日渐枯萎的面容 丈夫心痛不已 我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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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这样做了 丈夫下定了决心 那天晚上 她再次潜入女屋的花园 这一次 她决定多拿一些蜗菊 她翻过篱笆 溜进菜园 小心翼翼地采摘了几串蜗菊 现在 她的妻子一定会很高兴 她把蜗菊抱在胸前 悄悄地走回家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个可怕的声音 你竟敢偷我的菜园 让我看看 丈夫当场愣住了 她转过身一看 巫婆站在那里 两眼放光 脸胀的通红 丈夫吓唤了 跪在地上 她说 求求你 请原谅我 我妻子生了孩子 她非常想吃生菜 我忍不住 丈夫的声音颤抖着 双手谦卑地握在一起 在巫婆面前瑟瑟发抖 女巫盯着丈夫 然后突然仰起一边嘴角说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但我需要你 答应我一件事 丈夫跪在可怕 女巫面前 听着她的话 请原谅我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丈夫的声音很绝望 这时 女巫提出了一个条件 好吧 但等你妻子生了孩子 你必须把孩子交给我 我就把这块蜗具给你 丈夫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孩子 丈夫犹豫了很久 但想到妻子的健康和孩子的安全 她只好接受了女巫的请求 我保证 我保证我会把孩子给你巫 这时 巫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几个月过去了 那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孩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 看到自己的孩子 女人和丈夫都很高兴 但他们的幸福是短暂的 因为他们约定的时间到了 现在 你没有忘记你的承诺吧 有一天 巫婆突然出现 向他们索要孩子 丈夫和妻子的心都碎了 但他们 不能违背对女巫的承诺 于是 女巫把孩子交给了她 并给她 取名叫长发公主 长发公主一天天长大 变得更加美丽和聪明 但在她十二岁那年 女巫决定把她藏起来 不让世人知道 女巫把长发公主 关进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塔里 塔很高 谁也进不去 长发公主只能一个人待在那里 塔上没有楼梯 没有门 只有长发公主的长发 从塔上的窗户垂下来 她的头发很长 可以绕她好几圈 每天 女巫都会来到塔楼上 对长发公主喊道 长发公主 把你的头发放下来 长发公主就会走到窗前 解开头发 让她从塔楼上垂下来 长发是女巫登上塔楼的唯一办法 当女巫来到塔上时 长发公主总是向她打招呼 妈妈 你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故事 长发公主很孤独 但她总是积极开朗 女巫没有回答长发公主的问题 而是总是严厉地说 故事 我没时间听故事 你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 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说很危险 但长发公主还是无法掩饰 她对外面世界的好奇 女巫走后 她喃喃自语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我希望有一天 能离开这座塔 亲眼去看一看 她心中渴望离开这座塔 感受自由 她用歌声表达了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长发公主的歌声 充满了整个森林 她的歌声回荡在远方 她知道 总有一天 她的梦想会实现 第二天 王子鼓起勇气大喊长发公主的头发 快下来 听到陌生人的声音 长发公主很惊讶 但她的天真和好奇心引导着她 她把头发放了下来 王子抓住了她的头发 然后他们爬上了塔楼 他们的相遇是神奇的 长发公主第一次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 王子完全被她的美丽和纯真迷住了 王子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意 她也接受了她的感情 但是 他们不愿意长发公主被困在这座塔里 王子想出了一个从塔中 救出长发公主的计划 他答应长发公主 每天晚上偷偷去看她 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 王子对长发公主说 我会把你从塔里救出来 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了 王子的话鼓舞了长发公主 两人开始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 王子和长发公主的爱与日俱增 即使在一切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 他们也从未失去希望 他们的爱帮助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王子和长发公主的爱越来越深 他们每天晚上都偷偷见面 密谋逃跑 分享对未来的梦想 但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女巫既聪明又善于操纵 最终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有一天 女巫像往常一样 把长发公主的头发牵到塔楼上 但她的眼神却阴沉而冷酷 长发公主 你欺骗了我 你让一个外面世界的男人 进入了塔楼 我怎么能原谅你这样的背叛呢 长发公主战战兢兢地回答 请原谅我 母亲 我只想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女巫已经下定了决心 她冷酷地决定惩罚长发公主 女巫剪掉了长发公主的金发 把她流放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地方 一个没人能找到她的荒凉之地 长发公主孤身一人 不得不为生存而战 她想起了自己对心爱王子许下的诺言 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与此同时 女巫决定诱补王子 当王子再次来到塔楼时 她模仿长发公主的声音引诱王子 长发公主 长发公主 让你的头掉下来吧 王子高兴地爬上塔楼 却发现等待她的 不是心爱的长发公主 而是愤怒的女巫 我一定会让你 和长发公主团聚的 女巫冷笑着诅咒王子 并把她推下了高塔 王子 不幸被树枝戳中眼睛 双目失明 失去了长发公主 也失去了光明 她陷入了绝望之中 但是 爱的力量是强大的 失明的王子 为了寻找长发公主 无休止地流浪 而长发公主 也把对王子的爱 牢牢记在心里 希望有一天 他们能重逢 许多年过去了 盲王子 无休止地流浪 心中唯一的慰藉 就是对心爱的 长发公主的思念 她日复一日地寻找她 希望能听到她的声音 有一天 她在森林里 听到了美妙的歌声 那是长发公主的歌声 王子向着声音的来源跋涉 终于在一个废弃的花园里 找到了她 当长发公主认出她时 她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她 王子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她哭着说 她的泪水 顺着王子的脸流下来 奇迹般地 让她恢复了视力 王子又能看见了 看着长发公主 美丽的身影 她说 长发公主 我的爱人 你又让我睁开了眼睛 我们现在可以幸福地在一起了 两人紧紧相拥 久久没有分开 仿佛在弥补失去的时光 王子和长发公主 回到了王子的王国 开始了新的生活 王国的人们 欢天喜地地欢迎他们的归来 他们的爱情故事 传遍了整个王国 他们听说了长发公主的冒险经历 和王子执着的爱情 都非常感动 王子和长发公主 成了王国里最受爱戴的一对 他们的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 他们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通过这一切 他们领悟到了真爱的含义 他们的爱情故事 成了一个传奇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向每个人传播着爱和希望的信息 王子和长发公主 从此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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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